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2021年的第一天 有一宗有利於澳洲的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所說 澳洲小麥的銷量 完全擺脫了中國市場的影響力 在較早之前 大陸對於多樣澳洲貨品都進行了抵制 其中一樣就是澳洲的小麥 但是現在澳洲小麥就是軟銷全球 不斷開拓得到新興的市場 目前澳洲小麥的銷量 遠遠就是超過了中國所減購的數量 澳洲舉國士氣為之一陣 此外我們又會去分析一下 中國打算在2025年的時候 將鐵礦石的自給率提升到四成 而且還打算從非洲引入鐵礦石 從而抵消澳洲的影響力 究竟這一招行不行得通呢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澳洲小麥的消息 根據澳大利亞人報的報導所說 澳洲小麥預料今季的產量 將會增加一倍去到3000萬噸 中國在11月份的進口量 降至到10年的新低 在11月的時候 就只是進口了880噸的小麥 是自從2011年以來的最少 實情中國每年平均都會向澳洲購買110萬噸小麥 11月只買880噸 就是這個象徵式來購買 少得很交關很可憐 但是人家的銷量不跌反升 當然有玄機 根據澳洲的大型谷物 貿易公司行政總裁所說 澳洲經歷了幾年的罕災以後 今年正在重新搶奪市場的佔有率 澳洲小麥的售價競爭力非常大 需求不僅是來自亞洲 還有是來自中東和非洲的東岸 這些新興市場 歐洲在以往從來都未曾試過去供應 由於澳洲農作物的數量和價格是有競爭力 所以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買家的興趣 在亞洲市場方面 由於澳洲小麥的澱粉質和蛋白質質良好 使得有超過三成出口的澳洲小麥 就是被用於製作亞洲麵條上 主要的買家就是來自韓國和越南 在目前來計算 未來最少兩個月的澳洲小麥出口量 已經被訂到滿了 要去到今年4月才會再有貨 簡直就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澳洲小麥能夠突出重圍 其實對於澳洲來說就有很大的啟發性 第一 雖然澳洲目前就是處於一個叫做被動的位置 主要就是大陸抵制澳洲的貨品 所以搞到澳洲是被動來回應 但是來講 起碼澳洲的回應方法 是到位 解決得到的問題 而且這個是從數據上得以證實 因為在2020年的11月 中國只是買了 880噸的澳洲小麥 這個數量就是少得可憐 但是中國所減購的產量 完全就是被其他的新興市場吸收到 大家都聽到了 澳洲農產品公司的總裁就說 原來那些小麥是可以軟銷到非洲的東部和中東 這些正正就是澳洲以往 所沒有觸及得到的市場 現在大陸去抵制澳洲的產品 某程度上就是加速得到澳洲分散的市場風險 所以我之前也有說過 對於澳洲來說 長遠 未必是壞事 起碼它就不需要依靠一個單一的經濟體系 不需要完全依賴這個對華貿易 現在事實上澳洲在小麥這個產品裏頭 是做得到的 也是起了一個示範作用的 之前澳洲的下貿易部長經常走出來說 我們會為澳洲的產品來尋找新興市場 我們會調節的產量 如何如何 那時候所說的東西全部都叫做紙上談兵 現在就不同了 起碼確實實地有一種產品 是有客觀的數據作為這個基礎 證明得到它是成功突出重圍的 這個就很重要 這樣才證明得到 當初他們所說的策略是湊效的 是可行的 這個很重要 是打了一支強心針的 之前只是說的 現在就是推動成功了 哪怕只是小麥這個產品 至少就展示得出那個可行性 還有是有機會成功的 現在一隻小麥成功 按道理 其他澳洲的產品 其實都是會成功的 只不過就是時間問題 因為可能其他產品 比如說龍蝦五絲算 可能中國的需求量本身是很大的 那你也要其他市場來 去消化得到這個需求 我相信澳洲陸續 都會有好消息 因為澳洲的產品事實上是不頑 是很優質的 尤其是在第一產業方面 所以這次這個小麥事件 對於澳洲人來說 都可以說是士氣大振 好了 我們又說一下 關於大陸方面的消息 都是跟澳洲有關 大陸的工信部在昨天 推動 鋼鐵工業高質量發展的 指導意見就是徵求意見 他們就打算 在2025年之前 提升鐵金屬的國內自給率達到四成半或以上 打造一至兩個具有全球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力的 海外權益鐵礦山 而海外權益鐵礦佔進口礦的比重 將會是超過兩成 從而增強鐵礦石定價的話語權 因為目前澳洲就壟斷了整個市場 它定價是多少呢 基本上你就是局買的 現在全球有所謂的四大礦商 一家就是巴西的淡水河谷 另外三間就是澳洲的力托 必托和FMG 四大礦商 在2019年的時候 他們所生產的鐵礦石 佔了全球產量的一半以上 基本上就是處於壟斷地位 現在大陸就妙想天開 打算搞海外鐵礦山 其實海外在哪裏呢 就是來自非洲 之前我們也有提及過 大陸就在 客墨龍那處 投得一些鐵礦山 自己去開採 所以大陸現在的如意算盤就是 一方面通過 提升大陸的鐵礦石 的自給率 另一方面就是 從非洲進口鐵礦石 從而抵消得到澳洲 在這一方面的影響力 到底這個如意算盤 打不打得響 我們看看數據就知道了 在說數據之前 我們用常識來理解一下 為什麼大陸現在 要不斷進口澳洲的鐵礦石 中國其實本身也是有隱藏量的 這個一定是牽涉得到 開採成本的問題 如果大陸自己是能夠 很便宜地 開採得到鐵礦的時候 照計自己採礦都可以 洗鬼進口 那裏面一定 就有一個技術的難度 在這裏 一個就是開採成本的問題 另一個 就是當他開採了出來的鐵礦 不是就這樣用的 他還要加工 加工費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大陸肯捨得 洗錢從澳洲進口 那麼多鐵礦石 他本身當然是有多少的問題 我就找到一份大陸商務部的 研究報告出來 那麼這份研究報告是怎麼說的呢 照計大陸自己研究出來的東西不會留的 對不對 他們就說 地質原因形成了全球優質鐵礦資源 主要就分佈在澳洲 巴西 俄羅斯 和非洲地區 中國鐵礦石的資源 雖然儲存量就是較大 但是鐵礦資源總體的品位就是較低 礦石的加工費用較高 歷史原因使得全球四大礦商 對於全球優質鐵礦石資源形成了高度壟斷 這個就是大陸自己說的 即是說那些品位較低 礦石加工費用較高 這個已經講完了 接下來就講一下數據 那個生產成本到底是怎樣的 單計2019年 全球生產量最多的十大礦山 其實都是屬於四大礦商所壟斷 這十座礦山的生產成本 平均價就是低於20美元一噸 便便宜到很低 如果全球鐵礦石的平均生產成本是多少 是32美元一噸 人家便宜你12美元 這個完全在價格上是有很大的競爭優勢 所以難怪四大礦商為何是可以壟斷得到全球市場 因為人家連生產成本都比你便宜 還要計算平均生產成本 都要32美元 即是說你一定是高過32美元 因為被他拖低了 他是20美元 你平均都32美元的時候 其實你計算那些是很貴的 其他那些 礦場的生產成本 所以大陸就說 要提升那個自給率 到底行不行 都沒有說不行 你硬來也行 那你便使用到生產成本上漲很重要 到最後解不解釋得到問題 我不知道 好了 接著大陸又說要從非洲進口鐵礦石 從非洲進口有什麼問題 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不穩定性 第一就是不可抗力的原因 只是看看巴西的礦場 去年 因為這個武肺疫情的關係 停工停了幾個月 因為搞不定 巴西大家知道 疫情很嚴重 好了 你一搞武肺的時候 都搞你幾個月 你說如果非洲出現了這個問題 或者第二次不知道 伊波拉或者怎麼樣的時候 你怎麼搞 又是站在那裡 但是你那些鋼鐵的生產 不會 因為其他地方的疫情 而停擺 你到時候找誰進口呢 你還是找回澳洲 好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由於非洲那些剝削勞工的情況 是很嚴重的 這個就非常之容易導致出現一些混亂的情況 其實在去年也試過的 非洲有些零星的排華現象出現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些非洲的工人 被剝削得很厲害 就算非洲的經濟是有所增長也好 根本上這些的基層工人 他們就分享不到那個經濟成果 這一方面就很嚴重了 主要來說就是那些 企業家 還有就是那些貪腐的官員 來到他落格 經濟成果就是由這一幫人來壟斷了 變相使得 就算經濟有所發展也好 那些工人都是鬥很薄的人工的 還要給那些 廠長諸如此類的人剝削 換轉擴場的情境 其實也是一樣的 主要就是那些企業的老闆 賺了大部分的錢 以及那些貪腐的官員 拿了部分的錢 基本上那些礦工就算做到很艱辛也好 都是鬥了幾元美金一天 其實是很可憐的 問題就是一旦出現了什麼 抗爛的情況 或者他們覺得 不公平 頂不順的時候 不搞你幾個月 這些都擺平不了 所以大陸的所謂海外權益鐵礦佔進口比重超過兩成 這些完全就是計死數 最佳的情況就是 一旦出現了亂象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難達標的 而且非洲的不穩定性實在是太高了 所以大陸現在使出的這兩招 我就真的不是太看好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